就是我對各位的女生做了非常非常不好意思的事情 我做了很不好意思 一個晚上沒回我 我就覺得說完蛋了 完蛋了 他們好像回到以前的那種 大學時期傳訊息給那種喜歡的女生的那種 其實大家應該也知道我脾氣很差 只是沒有 沒有沒有 不要再批評 黃豪平 不然我 我就不怕我們發脾氣 你們都很喜歡嗆我說我中文不好 Gambling addiction is a treatable issue The keto effective treatment is addressing the underlying emotions The audience doesn't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So if you don't care about your audience You don't care about our show You are a lossy host 所以我現在用中文告訴各位 我剛剛講的就是觀眾聽不懂 你意思用英文 你根本不顧這個觀眾 也不顧這個時候 你根本是個爛隊長 我對各位的女生做了非常非常不好意思的事情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It's ok 其實那天我們結束之後 我就傳了一個訊息 對 I can't believe 我很抱歉的 我說了那些話 我其實並不是真的覺得有那個惡意 覺得說你爛你著急 我把它做得太過頭了 甚至持續上來 我說了那些話 做了那些事 但我真的不覺得陳芳明是一個爛隊長 就是我打從心裡面沒有這樣想的一件事 那當天晚上我還記得 因為你那天感覺在坐飛機 一個晚上沒回我 我就覺得說完蛋了完蛋了 Kimberly沒回我完蛋了 那我就在等 我心裡面甚至有一種 天啊我的毛要回到以前那種 大學時期傳訊息給那種喜歡的女生的那種 就是她沒有回我是發生什麼事情 應該讓Kimberly剛剛講完 會是整件事情更美好的一個發展 嗯 而且 因為中文對我來說很難 但我很努力的 然後之前 然後之前跟我說 如果我不會講得那麼清楚 我可以像講英文然後再去反應 很多人懷疑我來這個節目 因為我做我的不好 但我只是想要進步 然後當一個好隊長 我看的當下是越看越覺得 天啊我活該背 就是如果真的有大家有任何的記憶 我真的活該背 因為我連我自己都覺得 我真的不應該說那些話 甚至是神情動作態度分的 我覺得都非常不OK 我之所以也在後續的發文當中 我沒有在一件特別的主要 陳邦宇對不起 Timberley對不起這種話 是因為我覺得 我已經對你說過這些話了 那如果我再去發文 寫這東西我好像在第一 就是你又公開的回應說 沒關係我原諒你這種話 我覺得 不OK 那我很想要停止的是 就是請大家不要再誤會 Timberley坦白的講 就是我情緒失控了 我沒有藉口 那我很不好意思 我覺得說我真的很盡力的去傳達這個 抱歉 我很不好意思 剛剛黃無瓶講英文說 我是一個Lowsy 然後很爛的對戰 我對不起 我不應該這樣 情緒 這樣 但 我也很努力 所以 我很對不起白隊 因為 不會不會 不會不會 你覺得是白隊最好的隊長 好棒 謝謝陳寗耶 其實我很欣賞你 因為我知道就是當下 電視上或是螢幕上 我們有不能要做效果 但其實大家都是非常真心 都很真心 我有很多時候就是失控 只是沒有人看到而已 但就是 失控 然後你馬上就是說抱歉 然後我其實知道就是 你完全沒有惡意 然後 我也很 就是謝謝你在當下就是 雖然是安慰我的那個心啦 然後 我們可以很有感同身受 知道說就是 當我們有壓力的時候 當我們太在乎 然後想要好好表現 也想要為我們的隊員們 就是負責任 就是你的熱情啊 然後我覺得很欣賞你 真的 後來結束之後 我反而覺得就是 我更了解你 然後我們更close 認識你之前 我不知道你知道嗎 聰明那麼會變淚 然後 然後 我把我們當隊長好有壓力 其實大家應該也知道 我脾氣很差 可是沒有 沒有沒辦法 跟大家說就是 不要再批評 黃好評 我就不要我發脾氣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很抱歉對 非常好 他講了這句話 我覺得非常有風度 很好 我覺得真的很感動 兩位放下 對 非常好… 我沒有要辯解什麼 我也 我深心也覺得抱歉 因為其實比賽的壓力 是非常大的 有時候 有時候 所以我做出了錯誤的判斷 我做出了不對的行為 在這個場上 讓任何人 包含也許正在看電視機的觀眾 覺得說 我的行為非常沒有禮貌 做出了很不合理的行為 我很抱歉 這不是一個正常的示範 那… 我保證這件事情不會再發生 我道歉的時候 我在節目上面道歉的時候 我都沒有看著我的演技 沒有看著你道歉 但我真的要講 我當下真的是不敢看你 我聽到你在旁邊哭的時候 我不敢看 然後你們如果去看播出 我那個臉真的就是 我完蛋了 我怎麼會做這種事情 我的表情是非常 頹上的那個狀態 大家不要再… 不要再批評好 放鬆下來 放鬆下來 take a breath 好好的放鬆 冷靜 冷靜 有人剛剛在問說 有隊長的時候 還有沒有自由辯論 有 還有 我其實覺得 走心是硬開的 但是不能像我這樣 我這是不良識的 喔 你好可憐 不用意思了 以火回見 我在反省了 我也被那個 女朋友唸 你那時候來我們節目 我還是單身 然後我現在已經有新的女朋友了 那時候來我們不正常 來節目中心 這個節目對我來講很重要 因為 沒有什麼人看得起 一個從謝忻 再上這個舞台的人 直到阿喜 可能也不覺得自己有辦法 把花賬號 把想法縮號 我覺得我這一路以來 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是幫助他們減輕負擔 想要盡可能的去幫他們忙 我沒辦法下場打 幫他們當一二三遍 所以可能也許 好不容易終於有機會 幫他們說幾句話的時候 我失去理智 我做了一些不對的事情 我很抱歉 我也很對不起 就是阿喜的粉絲 我很抱歉 我沒有讓他 不是 隊長 就是我還是很不會說話 就跟你剛剛那個沒什麼關係 你如果還是很不會說話 就不要說我沒招好 不要… 你要想喔 我本來從第一集就被淘汰了 我現在賺到第七集喔 非常好